香吉寺是因香吉厨而来 香吉厨就是寺院里面的那个厨房 那么寺院的厨房为什么会被称作香吉厨呢 它来源于维摩杰所说经 维摩杰是一名居士 他是古佛在来 他是来帮助释迦佛洪化的 有一次他故意装病 佛陀就派着他的弟子来看望他 于是他就称气给他们讲起了大乘佛教 临近中午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舍利弗的尊者 他动了如何吃饭的念头 他这个念头被维摩杰居士所察觉了 于是他就变鹤彻道 你到这里来是来求解脱的 怎么能老是念念不忘的吃饭呢 如果你这么想吃饭的话 今天我就让你吃一碗 你从来没有吃到过的饭 于是维摩杰居士就凭借神通 向遥远的香接佛国 求那个香接佛给了他一碗香喷喷的米饭 据说这个香接佛国 他在十大诸佛国当中 香气是排在第一位的 而这个香气主要是饭香 而他们那个香接佛国的人 也都是因为闻了这个饭香的味道以后 而悟到的 因此自从那个时候开始 所有的寺院里面的这些厨房 统统被称作了香接厨 就是希望厨房里面散发出来的饭香 使这些人能够悟到 感谢观看